哈嘍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农青骑士第前季 听说这个版本又要更新了 做一个更新延齿6UP主 每次打好素材做好视频 就已经是几天之后了 所以我这次就不去挑战 机械狂潮的吊炸天模式了 免得到时候视频一发 大家要说 你怎么还是老版本呀 就很烦 之前有很多角色都没有体验过 那么这次就体验一下 这个是什么 刺客 哦 不玩 这个很帅的又是什么呀 德鲁伊 一技能是召唤两只狼协助战斗 然后技能会变成近战标记敌人 我记得今天大家跟我说过 骑士雕像是可以召唤小骑士的 那岂不是可以玩一把召唤流 可以啊 就来试玩一下这个德鲁伊 这武器还是个小骨头 这这么爱有杀伤力吗 伤害全靠狗子呀 也不知道运气有没有那么好 能够遇到骑士雕像 德鲁伊只有三点护盾 说实话有点脆了 初始武器基本上也没什么伤害 全靠狗子输出 有一把疯啊 那还可以 也算是弥补了一点点伤害了 这天赋好像都不太适合啊 在我的印象中就没有几个适合他的 算了子弹暴击吧 诶不对啊 狗子呢 每一个小关卡要重新召唤一只狗子啊 前期狗子的伤害还算可以 有雕像 这个是牧师的 可以回蓝是吧 先错过这用吧 这个德鲁伊 怎么说呢 出去伤害低盾少 身板碎来量少 以外呢 当然是很强的 所以德鲁伊还是很需要这个武器强度的 融一下看能不能出好东西 再来 你这 就有点离谱了啊 这把破枪它也能融出来 快把越迁者试试 这把好像是激光武器吧 果然是啊 瞬间就把两只彩虹蛮给攒了 好 直面第一关的boss 这不得 祖兰又是你 诶 我感觉你这个boss出场率是不是有点高了 王方你别偷懒呀 赶紧多设计点boss出来啊 这些太简单了 你要是发这个调查问诀 我直接填超级简单 你看 好法无损 诶 这祖兰居然还有台词啊 看能不能出点什么好东西啊 玄冥 之前打神殿的时候说是神器啊 不过这个魔兽还真没用过 试试看 又是头疼的选天赋环节 刚把这个激光武器丢了你就来个这个 算 要回血吧 这一关好像都是铁甲骑士啊 说实话是有点难打的 而且这个玄冥也太费蓝了 我一个小小德鲁一根本顶不住啊 还好有一个这个牧师buff啊 你看 这个能量一下就没了 这谁顶得住啊 天天能量不够 时刻坐在这个buff圈里面回蓝 只能说是有点卑微的 诶 骑士雕像 那这把运气还是可以的 试试召唤小骑士看看 诶 有点意思啊 又召唤了一个 那岂不是可以召唤一个军环出来 呃 来来继续就这两个是吧 好像牧师buff还被顶掉了 那现在就更悲伤了 感觉这个召唤刘没有想象中那么惬意啊 哇 这什么怪啊 它会发射雷电 由一说一 这些怪的伤害是真的高 敬给我这些没杀用的天赋啊 狗子已经怪不行了啊 这个这关卡的伤害好高啊 小骑士虽然没有血条 但是感觉他们两个好像在刮沙一样 那我要这召唤里有什么用 啊 哇 这个电碰一下就两点伤害 诶 什么鬼啊 瞬间残血 现在狗子也残血了 就剩下两个小骑士了 还是得看我这个玄名啊 嗨 离谱了 诶 小骑士也被电死了 我还以为他是无敌的 结果你跟我说他只是没显示血条 那我这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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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真拿大刀的兵那么多了好吗 直接取上将仇击 两刀直接给我捅死了 对于这个德鲁伊 我只能说 还跑没买 溜了溜了